尤其是乌克兰和俄罗斯这场军事冲突 让全世界睁大了眼睛 每天都在观看 每天都在担着心 下一步会怎么样 那么今天呢 感谢彼岸文化的这个平台 我们来分享一点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文化渊源 他们之间文化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有的说乌克兰和俄罗斯是亲兄弟 有的说是堂兄弟 有的说他们是一家人 有的说他们根本不是一家人 他们只是一个大的体系 文化体系而已 所以我就想用几件作品 和一些历史上的一些事件 给大家看一下 他们两个之间究竟有过哪些交集 有过哪些冲突 当然我指的冲突和交集 只是几个巨大的点 最后要引到一个关键的结果 这个结果就是通过这些点 我们反倒能够更看清楚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 起因是什么 也可能不像我们想象的仅仅是领土 也不是仅仅是军事 也不仅仅是军事 或者不仅仅是经济 所有这一切放在一起 其实就是他们真正的问题 这个问题有解没有 听完之后 我觉得你的答案可能是无解 那么这两个国家 现在是两个独立的国家 他们的古代文化渊源是什么呢 乌克兰 所处的这一带地区 文化开化的比较早 而且在很早的时候 大概在公元前三四世纪 四五三四世纪的时候 就出现了铜器 他们的铜器是用的红铜 红铜就是天然的铜 就是天然的含铜量比较高 大概达到百分之九十左右 或者是百分之九十五 如果你还记得 大概在二三十年前 三十多年前 还是三十年左右 有一个阿尔比斯山 冰雪里发现了一个叫冰人 阿尔比斯山的冰人 他身上随身带着一把斧头 这个斧头呢 就是红铜打造出来的 自然的铜打造出来的 但是红铜呢 不能冶炼 不能铸造 因为它的流动性差 你要在里面加上 钦啊 钦啊 等等 其他的金属元素 才能够冶炼 才能够流动 才能够铸造出你要的形态 那就叫青铜器 但是由于他们的红铜出现的比较早 对红铜的使用也比较早 他们的青铜出现的也相应的早一些 中国是一个铜器大国 我常常说 如果把整个古代埃及 古代王朝时期所用的铜 加起来 都不够 我们中国出土的那个后母物 也叫四母物 那个大的方柄 所用的铜的量 中国是一个铜 特别丰富的国家 尽管我们的铜非常丰富 我们居然没有发现 这个历史上或者考古上 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发现 红铜铸造的东西 难道中国没有出土红铜的可能性吗 我们没有找到这种天然的红铜吗 还是大家直接就把红铜给化掉了 变成了青铜的一部分 这个我们现在还没有答案 我用这个比喻呢 我用这个例子来比较呢 就是想让你看到乌克兰这个地方 尽管我们看到的是教堂 是拜占庭的影响 是东正教的影响 但是它的古代的文化渊源 还是非常深远 非常早的 那么我们当然 今天不是谈历史 只主要是谈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关系 那么早在 早在公元前九世纪 就活跃在南欧的古代罗马人 那么他们在一二世纪 就开始领教到了 而且在他的文献当中 艺术作品当中都记录了 来自北方的三大蛮族 大家都知道就是三大蛮族 这三大蛮族就是野蛮的民族 就是斯拉夫人 开尔特人和日尔曼人 可是两千多年后的今天 我们再来看欧洲 这三大蛮族 竟然是欧洲民族国家的主脉 是欧洲的主脉 比如说斯拉夫人 以斯拉夫人为主体的国家 东斯拉夫 西斯拉夫 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我们就特别熟悉了 巴尔干半王那一代 西斯拉夫 波兰杰克 斯拉伐克 东斯拉夫 俄罗斯 白俄罗斯 乌克兰 俄罗斯 白俄罗斯 乌克兰 看起来像是三个不同的种族 其实他们三者非常相近 他们都叫罗斯族 那么有过一段时间 乌克兰被称作为小俄罗斯 或者是小罗斯 小罗斯不等于就是对他的蔑视 或者是对他的一种歧视 而是在罗斯和白俄罗斯 俄罗斯是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再加上小俄罗斯 或者小罗斯 这三者都属于 罗斯这个 整个文化体系的 那么后面的细节 他们之间怎么细分 我们再讨论 凯尔特人呢 凯尔特这些人呢 主要就是苏格兰 爱尔兰 威尔士这些岛国人 而以日尔曼人为主的国家 就是德国 奥地利 瑞士 英国 荷兰 挪威 你看整个这个欧洲 除了南欧 西班牙 意大利 希腊 这些国家以外 其他部分的欧洲 基本上被罗马人 称作为野蛮的民族 而这些野蛮的民族 真正在过去的几百年 起到了在这个地球上 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东斯拉夫的三族 就是俄罗斯 白俄罗斯 乌克兰 既是近邻 也是近亲 这个近亲 由于他们都是斯拉夫人 在古拉玛的雕刻当中 我们找到一件 就找到了一件 描绘的 撒马信人 就是东斯拉夫人 这个就是包括了俄罗斯人 俄罗斯人 还有东部和中部的 乌克兰那部分的人 这个地区被称 这个地区的人 被总体的 叫做撒马信人 那么这一件作品的出现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罗马人的眼里 他们是衣冠不整 横头垢面 满脸的莫名其妙的表情 有点像中国古代形容 西域过来的人 叫愁糊 一脸的愁眉苦脸 一脸的不开心 你查查中国古代的书里面 就有愁糊这个词 就是西域过来的人 一脸的愁苦 悲惨的形象 那罗马人描绘野蛮民族 也不例外 跟中国一样 所以中间这一大块 都被人也 都被形容为野蛮的 不开化 但是呢 在 但是在 大概在八十九世纪的时候 就九世纪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文化 这个文化叫基辅罗斯 这个基辅罗斯 也就是俄罗斯文化的诞生地 就是罗斯文化的诞生地 以基辅为中心 诞生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国家 在这之前 各种政治势力 军事势力互相争霸 那么 真正建立基辅罗斯 这个文化概念的人 不是斯拉夫人 也就是在乌克兰 创立我们能够 在历史上 写得清楚的国家 是维京人奥列格 是维京人奥列格 他的名字也叫 刘里克 奥列格 刘里克是同一个翻译 同一个名字的 不同的翻译 我在这儿 抱歉 应该是 刘里克 因为 中国的翻译 中国大陆的翻译 是刘里克 所以我们就沿用 中国大陆的翻译吧 刘里克 这个人名叫 刘里克 他是 瓦良格人 就是维京是一个 统称 就是北欧的那一批 很多人都被叫做 维京人 维京人呢 他们是非常强悍 身体非常强悍 而且非常有战斗力 同时 他们又具有很多的手艺 还能够 他们的航海技术 早早的就 早早的就 很发达了 所以他们东征西战 基本上 看起来 冻的时候 他们是海盗 静下来的时候 他们是木匠 他们是 他们是 普普通通的铁匠 是铜匠 是星象 星象家 是这个 炼丹术的人 也就是 我们今天可以叫他们 叫化学家 他们什么都做 但是同时 他们又能航海 他就 东征西战 就征服了 东 就征服了 古代的 东斯拉夫周边的 各个小的民族 并且建立了 琉里克王朝 建立了这个 琉里克王朝之后 首都就放在基辅 这个时期 就是基辅罗斯时期 也就是 基辅罗斯文化 所以这听起来 还很有趣 建立基辅罗斯 就是建立 俄罗斯 白俄罗斯 和乌克兰 这个文化 主体核心的人物 还不是 罗斯人 还是维京人 那么 提到瓦良格 我们就想到 我们有一个 航空母舰 从乌克兰 买回来的 买回来 我们改造了一下 把它名字叫做 改造成 改名叫 辽宁好 为什么它叫 瓦良格号呢 听过刚刚的介绍 你也就清楚 为什么叫 瓦良格号了 当瓦良格号 最初 绕土耳其 最后运到中国的时候 它是秀迹斑斑 一副不堪的状态 但是 辽宁好 听说是退役了 现在 所以就从这个时候起 也就是 从 九世纪 到十三世纪之间 在 以基辅为首都 建立了这么一个 基辅 罗斯文化 也建立了这么一个王朝 在这个王朝中 罗斯文化得到了发展 也就得到了奠定 但是在这期间呢 还有一些事情发生了 也就是建立之后 大概一百年的样子 拜占庭文化 被引入了基辅罗斯 所以基辅罗斯 这个时候就和 罗斯文化 就和拜占庭文化结合 相结合 就形成了 拜占庭文化 影响下的 这个基辅罗斯文化 那么拜占庭文化 所主导的 最主要的宗教思想 大家也都熟悉 就是东正教 所以东正教 拜占庭 基辅罗斯 维京文化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地区 混杂而成了 罗斯文化 所谓的罗斯文化 其实不是一个 纯粹的俄罗斯文化 而是我们看现在 基本上有三家了 三家文化混杂在一起 这个是一个城堡 比较早的城堡 也就是拜占庭文化 引入之后 出现的比较早的城堡 在十一世纪的时候 就出现了 那么这些维京人 这件作品是 1900年左右画的 这件作品呢 就描绘了 维京人 在大声呼叫 那么来自瓦良格的维京人 看到了 看到了 在这儿建立了 基辅罗斯 也就使我们看到了 东斯拉夫人 和来自欧洲 其他地区的文化融合的结果 那么这个王朝 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好几百年 那么基辅罗斯 他的留下的一些文化遗迹 比如说 基辅最早的 现在现存 基辅最早的 东正教教堂 应该是 差不多在 1051年那个时候 根据记载 根据教堂本身的记载 1051年的时候 开始建造的 他既保留了 东正教和拜占庭的一些 模式 建筑模式 同时呢 也带有很多当地的 一些文化特点和习惯 那么 如果这是 这是东库教堂 正面看 非常辉煌 而且非常简洁 你看这种简洁 辉煌的这种效果 是其他东正教的教堂 所不具备的 和俄罗斯的东正教教堂 也不一样 和俄罗斯的东正教教堂 显得更为繁琐一点 那个洋葱头 和这个教堂的 尖顶的洋葱头 显然不一样 这个更接近 原来的东正教 拜占庭那个时期的 建筑模式 而俄罗斯的洋葱头 已经转化了 这个 在阳光之下 在夕阳之下 远眺基辅城市 你看 这个洞窟教堂的 金光灿烂 我就想到 像康定斯基 像很多俄罗斯基辅 乌克兰 俄罗斯乌克兰的艺术家 他们眼睛里看到 这样灿烂带有神性的建筑和风景 在他们的绘画艺术当中 结果一定是 我们看到的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艺术效果 那么由于东正教的传入 东正教的传入 从而就慢慢形成了 一个新的文化模式 这个新的文化模式 就是拜占厅斯拉夫文化 那维京文化的影响 显然我们现在已经从记载上 肯定应该是有一些 但是不是特别明确的 有文化的模式 而且这个拜占厅斯拉夫文化的 形成之后 主导了之后的 一千年的俄罗斯文化和乌克兰文化 那么我们在 如果去基辅 你一定要看一下 索菲亚教堂 圣索菲亚大教堂 这个大教堂本身 包括钟楼和一个修道院 还有一个教堂本身 他们我去的时候 他们一直都 乌克兰不允许在教堂内部拍照 所以去的时候 只是在外面转转 里面拍照是不可能的 那这个呢 是带有一些 报告式的建筑风格 但是非常简洁 也干净 显得非常纯洁 很有神圣感 那种装饰 在你把其他的教堂的装饰 各种装饰的教堂 放到这个拜占厅斯拉夫教堂面前 难道显得没有这个更为圣洁 这个教堂看起来格外的圣洁 也可能是由于北方的天气 也可能是因为乌克兰民族的特性 所使然对我们看到的教堂 确实显得几乎有一种 有一种像是天使一般 像是云彩一般 像是光线一般的那种明亮 透彻感 如果你把乌克兰的索菲亚教堂 和这个康斯丹丁堡的索菲亚教堂 相比较的话 你可以看出他们有很多共性 直指天空的这种教堂的尖顶 以及似乎他们在跟天堂对话 而且这个房顶的造型一层一层 尽管带有很强的斯拉夫民族的特点 但是你毫不困难地看出 它和这个东正教和这些关系之间的一种纽带 还是很密切的 说到这个乌克兰 乌克兰的文化 说到乌克兰的文化 大家就会绞尽脑汁地想 乌克兰的文学是什么样的 其实乌克兰其实蛮悲惨的 他们在十一二世纪 十二三世纪就开始 就有了这个罗斯文化 或者是在八九世纪开始建立了基辅罗斯 但是到了十三世纪 这个罗斯文化刚刚形成一定的规模 十三世纪蒙古人进来 蒙古人进来之后 把这个刚刚形成的拜占庭斯拉夫文化 基本上打得碎碎的 打碎了之后 他们蒙古人的统治维持了250年 所以在蒙古人的统治期间 语言上或者是在蒙古人统治之前 乌克兰民族他们使用的 他们写作的时候使用的语言是 拉丁语 波兰语 德语 还有一些当地的小语种 所以乌克兰的文学 用自己的文字来写 也只不过是很晚近的事情 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 乌克兰民间史诗兴起 他所用的就是跟教会所不一样的 那种斯拉夫语 而用的是现代的乌克兰语 就很接近我们今天的乌克兰语 用这种语言重述乌克兰的历史事件 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一个民族 他在觉醒的时候 他要他这种民族性觉醒的时候 他要拉开一个距离 这就使我想到日本的小说 就是日本小说 原始物语 他所用的是一种语言 完全不用汉字 那么和其他的正统的 男性的官方的语言 拉开一种距离 这种不用汉字的文字 记录的更是日本民间的 日本本地的本土的一种感情 所以乌克兰的民间史事的兴起 当然这个史事的兴起 不是文字而是语言 用语言口头文学 口述文学 口口相传 复述乌克兰历史事件 那么乌克兰的文字出版 用乌克兰文字来写作 并且出版 这还要到十八世纪初 你想想这得多晚了 就是相当相当的晚了 我们中国的文化 如果从竹简木简算起 这就是好几千年是吧 他们十八世纪 才开始真正用自己的文字 而且一直到1798年 大家基本上有这么个共识 1798年的时候 出现了一批 用现代乌克兰语言 写出来的书 并且也印刷出来了 所以这一年 被认作为乌克兰文学 文字和印刷 真正诞生的时期 说到这儿我们就想 这个时期应该是沙皇时期 但是又是乌克兰文学的 奠定时期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纠结 比如说果格里 他是乌克兰作家呢 他还是俄罗斯作家 俄罗斯认为他是俄罗斯作家 因为他所生存的年代 是沙俄统治的 统治的 是沙俄统治的乌克兰时代 所以他是俄罗斯文学家 他是俄罗斯作家 他是俄罗斯的骄傲 但是乌克兰人不这么认为 乌克兰人认为 他有一部分波兰血统 他是乌克兰靠近波兰那一部分 跟波兰文化有着非常密切关系的那群人 再加上他从小受到了乌克兰的这种史诗 民间史诗的影响 所以他的写作带有很强的乌克兰的那种习感的悲剧 习感的讽刺 习感而又犀利的抨击 所以你在他的文学作品当中 看到的是真正的一种乌克兰的精神 这个时候就不太好分 究竟他是乌克兰人 他是乌克兰作家还是俄罗斯作家 俄罗斯政治上对他是一种统治 他也在俄罗斯一些俄罗斯的领地上 俄罗斯的地盘上 不是乌克兰做过一些事情 受过一些教育 因此俄罗斯的对他的认同 也有俄罗斯的道理 但毕竟从文化血缘上来说 他可能更接近乌克兰吧 直到了1240年12月7号 这一天 基辅罗斯 手中正清 我们不知道哪一天 我们只知道八九世纪末 基辅罗斯建立了 是维京人建的 但是我们不清楚究竟是哪一年 究竟是哪一天 究竟是哪一个月 怎么建立的 但蒙古人的到来 我们清清楚楚 各种历史都有清楚的记载 蒙古人的到来 使得包括基辅在内的许多城市 都遭到了摧毁 你可能还记得 忽必烈统治了中国之后 忽必烈占领了中国之后 征服了中国之后 他骑在马上 指着一望无际的良田 说要把这些水稻啊 麦子田啊 改成大草原 让他的马奔跑 为他的马 耶律储才说 我们可以马背上得天下 但不能马背上治天下 因此保留了 无边无境的中国的农业 所以他们在俄罗斯 在乌克兰 没有耶律储才 所以都遭到了游牧民族 他们的认知 局限下的这种破坏 他不认为是破坏 他认为他做的 就是一种征服 但实际上 我们今天看 当然是破坏 这就是蒙古人 征服基弗罗斯的时候 后人做的一个插图 那么蒙古人征服了 基弗罗斯 成吉思汉的儿子 成吉思汉的孙子 管理乌克兰这一带的人 是成吉思汉的孙子 成吉思汉的孙子的名字 叫这个孙子的名字 叫巴都 他就在这儿建立了 他的金藏汉国 他统治了这个地区 很长时间 因此乌克兰这个时候 你看我们前面谈到了 我们前面谈到了 乌克兰这个地区 不但有维京文化 还有拜占庭文化 还有斯拉夫文化 现在又加上了蒙古文化 蒙古文化就是从东 一直推向这边 西征 西征的总帅就是拔都 也就是成吉思汉的孙子 这个时候 大蒙古帝国 以他迅雷不及 言而而的这种趋势 这种势头 把地球上 最发达的部分 基本上都占据了 你看大蒙古帝国 在地球上所 大蒙古帝国在地球上 所占据的面积 是历史上 是人类历史上 最大的一个政治体系 所占据的疆域 1206年 大蒙古帝国成立 到了1279年 也就是南宋灭亡的时候 小黄就是崖山之后 就是崖山那个时候 大蒙古帝国达到了顶峰 世界都是他 所以这个时候 基伏罗斯已经不存在了 我们也不用往后多说很 这个古代的古代的乌克兰 我想就给你介绍到这个地方 我们回头稍微做一个总结 乌克兰和俄罗斯 都属于斯拉夫 但是呢 乌克兰是 罗斯文化的摇篮 是整个 如果你叫俄语体系 或者是罗斯语体系 或者是罗斯文化体系 那么基伏是这个文化体系的母亲 基伏是罗斯文化的摇篮 是罗斯文化的母亲 那么乌克兰人认定了自己的文化 和俄罗斯文化的区别 就在于我和你的不同 不同就在于我是影响你 我这个地方原来是文化的核心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看到了古代的俄罗斯 和乌克兰之间的关系 看到一小部分 我们谈的俄罗斯非常少 但是给你看到乌克兰 大概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们这一部分呢 就到这个地方 如果你有问题呢 可以通过下面文字啊 还是什么提问 是 谢谢这个曹教授啊 刚刚精彩的一个分享 我们今天的讲座三个部分的 第一个部分 也就是您从古代啊 让大家从古代这个角度 来了解这个俄罗斯 这个乌克兰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起源 正像您刚刚说的 基辅呢 是整个罗斯文化的一个摇篮 也是整个文化的一个核心 那可不可以理解成 俄罗斯的文化的灵魂 就是乌克兰的文化 你觉得 不能说它是乌克兰的文化 它都是罗斯文化 都是罗斯文化 对 叫基辅罗斯 它都是罗斯文化 乌克兰是后来的名字 这个就是私下里说了啊 这个我没找到文献 一直没找到文献 俄罗斯人说 是俄罗斯 创造了乌克兰 尽管都属于罗斯文化 但乌克兰这个概念 是俄罗斯人创造的 蒙古人不同意了 蒙古人说 乌克兰在蒙古语当中 是边境的意思 我们蒙古人走到头了 这是我们的边 这是我们的边境 其实呢 蒙古人走到了波兰 走多了 是吧 但是呢 乌克兰 据蒙古人说 乌克兰是蒙语中 边缘边境的意思 那如果 我还没有确证 我要有时间 一定去找个蒙古人 确证一下 那么如果这个是真的话 创立乌克兰的人 还不是俄罗斯 创立乌克兰这个概念 是蒙古人 整个这一块地方 被蒙古人征服之后 蒙古人在这儿的管理 两百五十年不短 不要说两百五十年 五十年我都不记得 以前是怎么回事了 我们举一个例子 国民党退到台湾几十年 一九四九年到今天 七十年 七十多年 是不是 七十多年 咱们有谁还记得 国民党在大陆的状态 记得的人都不在了吧 大部分都不在了吧 四九年以前出生 还记得事情 那他至少得三十年代出生 现在都是很老的人了 八十多岁 九十岁的人了 那么真的是记得 这个社会对他的总体记忆 就已经不多了 两百五十年 很多都没有特别深的记忆了 所以蒙古人还有一路的破坏 一路的摧毁 所以你很难说 究竟在这里面 如果我就想 如果乌克兰这个词 真的是蒙古词的话 那是真的很有意思 听众有问题吗 对刚刚听众有一个两个问题 我可以先向您 就是来去解答一下 其中呢 有一个问题是说 刚刚您呢 有推荐这个阅读的乌克兰的 想了很多他的文学的大师也好 那有没有您还推荐阅读的 乌克兰的文学的作品 可以推荐吗 因为乌克兰出版的作品 比较 比较晚呢 出版的时间比较早晚 十八世纪才开始出版 我想当时的量也非常的少 所以古版的乌克兰的书 凭良心说 我拼了命的在网上 到处找图书馆 进入图书馆去查 我想找一个老版本的乌克兰的书 至少放在咱们图上 我在所有的图都是 先声明一下 我所有的图都是网络找的 有的是共享的 有的是私人发出来的 如果有所请 我记得当时我们找了一个当地的朋友 开车带着我们挨家挨户的去看一些艺术家 尽管有乌克兰艺术家联合会 有艺术家各种各样的协会 但是真正新锐的 真正有冲击力的艺术家 他们都是 他们都是 基本上都不在明面上摆着 你必须有人带着你去看 所以这些人 反倒 去接触这些人 反倒使你收获更大 当然还有一些遗址 这些遗址就建得比较早了 基本上早在十世纪前后 十世纪前后 十一世纪前后 也就是维京人建基辅罗斯那个时期 有很多遗迹 这个你需要在地图上查 安排一下你的行程 因为有的地方还是可以去一下 但是我自己坦率的时候 我没去 我只去了基辅 因为我就想看一下基辅的所有的聚焦的博物馆和艺术家群体 基辅艺术家非常活跃 当代艺术家 是的 好像还有基辅还有一个叫利沃夫歌剧芭蕾舞剧院 还有乌克兰的美术学院 还有好像是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 应该这些都非常著名 我们非常的希望说战争可以早一点结束 能够恢复到我们正常的大家可以去到基辅啊 再去重新可以再领略领略一下这些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些有关建筑 还有有关这些音乐的这些非常好的这些地方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曹教授啊 又要进入到我们今天讲座的第二个问题 刚刚您是从古代讲到了乌克兰 那我们现在可不可以请您再分享是近代 也就是二十世纪的乌克兰 他又在扮演了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好 那么我先从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呢就是 近现代的乌克兰文化 近现代我先从列宾美术学院说起 这个列宾呢是谁 又像刚刚我说的古德里一样 列宾是俄罗斯乌克兰 引以为骄傲的一个艺术家 那么我们知道列宾美术学院 也是响逸世界的四大美术学院之一 更是让中国人肃然起敬的美术学府 批判现实主义画家列宾呢 可偏偏又是出生于乌克兰的画家 他画的福尔加和的倩夫 画的这种批判现实主义 对底层人的那种生活状态的刻画 底层人的内心的刻画 通过画面表现了出来 那么这件作品虽然不是二十世纪 但是它对二十世纪的影响 对中国的影响 那是真的没有办法衡量 你可以不知道中国很多画家 但是中国没有不知道列宾的 你可以不知道中国有多少美术学院 可是没有不知道列宾美术学院 你可以不知道很多作品 几乎没有中国人 只要你喜欢美术 没有中国人不知道富尔加和倩夫的 所以这件作品 还有列宾的这种批判现实主义精神 都使我们看到了出生于乌克兰的艺术家 又正好在俄罗斯 就是沙皇帝国的统治之下的这么一个画家 你就想到这两者之间如何去分俄罗斯和乌克兰 我们又遇到一个纠结 我们屡屡遇到纠结 而且很多乌克兰出生的优秀艺术家 都使我们在看这一段历史的时候 感到这两者之间真的关系太近了 但同时两者又非常的不一样 而二十世纪乌克兰人特别强调 我和你不一样 前面我说过 乌克兰跟俄罗斯都被这个维京人 一部分的俄罗斯被维京人 组合成了一个叫做罗斯 基辅罗斯的这么一个文化体 但是蒙古人来了之后 基辅罗斯就散了 基辅罗斯散了之后 蒙古人的势力没有达到的地方 就形成了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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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国家 小的王国 这些小的王国都以罗斯文化为它的核心 都自称是罗斯文化的继承者 当蒙古人的势力退下去之后 最主要的三个地区 俄罗斯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当然更以罗斯文化为他们自己文化的骄傲 认为自己对罗斯文化都有一种认同 但是这个认同又有不同 比如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关系 尽管乌克兰在波兰在沙皇的时期 他是特别拒绝不愿意加入沙皇的统治的 但是由于波兰的压力 由于周边的压力 最后乌克兰只好投身于沙皇 但是这不是真的愿意去 而是没有办法想找一个寻找一个保护 就像我自己在韩国 闹过一个比较大的笑话 那是第一次去韩国 看韩国国家博物馆 我也从来没有研究过韩国美术史 也没读过一本朝鲜美术史的书 就去了 完全懵懵懂懂的 那个时候也年轻 有人陪我去看国家美术馆 看一张画上面写乾隆多少年 我很奇怪 我说这个画家是韩国人 是朝鲜人 是豊朝人 为什么他写乾隆多少年 这个陪我的呢 是一个韩国人 汉城大学的 首尔大学的 他给了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 那个时候 李朝是你们清朝的蜀国 所以我就想乌克兰人 是不是对俄罗斯人 也有那个韩国朋友 跟我说话的那种心态 我没有办法 我们只好投靠你 那边有日本人欺负我 我实在抵挡不住 我只好依靠你 但是你不是我 我只是来求你的保护而已 我用一下你的皇帝年号 所以乌克兰和俄罗斯 其实在很大的成分上 都体现出我那个韩国朋友 恶狠狠地看我一眼 那个时候我们 李朝是你们清朝的蜀国 所以这个 以这种情节 一直我就在乌克兰的文化当中 就看出来了 乌克兰的文化在二十世纪 其实非常有影响力 二十世纪我指的非常有影响力 就是在这个地区 当然俄罗斯也有很多 有影响力的当代 二十世纪的艺术家 但是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乌克兰 比如说波伊克主义 我们都不熟悉波伊克主义 很多人都不熟悉波伊克主义 因为我们老是把 把俄罗斯当作为 这个罗斯文化的主导 而不认为乌克兰 是一个独立的文化体 那你单独去看 波伊克文化的时候 你就波伊克主义 你就会发现 实际在现代艺术运动中 一个来自乌克兰的艺术家 去了巴黎 在巴黎用他的拜占庭文化的影响 用他的斯拉夫文化的背景 再加上他的乌克兰的民间艺术 包括这种民歌呀 小调啊等等 他就创立了一种 我们在右边能看到的这张画 画的就是普通的农民 但是这张画不是画的 这是一张壁画 这是一张壁画 叫做亚罗斯拉夫纳的哀歌 也有人 也原来的题目叫做 亚罗斯拉夫纳哭了 原来的名字 这种风格呢 被叫做 被法国的评论家 称作为天真艺术风格 也叫Primitive Primitive翻译成中文有时候容易翻成原始 但是Primitive有时候它带有一种 Primitive不一定是原始 它有原始的含义 所以我倾向于把它翻译成天真艺术风格 在这个艺术风格当中下面我们能看到 这个艺术风格 因为它结合了拜占庭壁画 刚刚我们看到的那张就是一个壁画的形式 同时呢 也用了壁画的一种干湿的手法 画出了普普通通的农民的生活 乌克兰村庄的日常生活 这个日常生活使你感觉到 似乎把乌克兰民间的生活 老百姓的生活用非常强的纪念性的手法 拜占庭宗教艺术的那种树木耳崇高的手法 和民间老百姓普通的日常生活放在一起 似乎用一种理想的模式 在纪念性的赞颂普通的生活 恰好与现代艺术潮流中 我们走向一个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现代时代 理想化的时代 由于工业的革命 由于工业革命 由于科技的发展 人类正在走向理想的未来 美好的未来 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产生 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认为在科技的主导之下 人类无所不能攻克 而人类的日子只能越来越好 因为大工业给我们带来的都是最美好的理想 所以现代艺术现代性 强调的就是一种理想 而又只会更美好的这种理想的生活模式 因此这件这一系列作品 就非常吻合现代意识的这种理想化的 把普通人的生活 把日常的生活放在了祭坛上 甚至你都能感觉到像是玻璃相牵画的那种感觉 或者是壁画的感觉 因此这一类的作品 这一类的风格 也被称作为新拜占庭风格 也被称作为装饰拜占庭风格 也被称作为纪念性拜占庭风格 也被称作为拜占庭斯拉夫风格 也被称作为天真艺术风格 各种各样的风格 但是最后还是定了一个风格 就叫伯伊克主义 就以这个艺术家创立这种风格的艺术家的名字 来称呼这个风格 所以他把这些艺术 古代的乌克兰的民风 和拜占庭斯拉夫艺术 在乌克兰的体现 结合到了现代主义艺术潮流之中 并且交互使用 创立了这么一个风格 因此这个风格很受乌克兰欢迎 他有很多追随者 包括他的亲弟弟 右边这张画就是他亲弟弟画的 左边这张画是他的追随者画的 后来在乌克兰还建立了 伯伊克主义艺术学校 那么这个风格呢 因为这个风格 因为他带有很强的宗教的崇高性 也就被称为乌克兰纪念主义 是对乌克兰精神的一种纪念意义 一种一种一种赞颂赞美的意义 这个伯伊克呢 还设计了一个书籍的封面 我居然找不到一个清晰的图 偷也偷不到 网络上都没有偷到 这个书的封面呢 名字叫做舍普琴科的假期 舍普琴科就是左边这个人 这是伯伊克也被称作为伯伊丘克 给舍普琴科画的肖像 他既给舍普琴科画了肖像 他还给舍普琴科做了他的书的封面 为什么他要给他的书 涉及封面 为什么他要给他画像 舍普琴科是一个非常传奇性的人物 他生下来的时候 他在十二岁的时候妈妈去世了 妈妈去世呢 父亲就重新娶了一个继母 但是没多久 他父亲又去世了 那他就成了孤儿 继母也没有办法养他 最后因为他有绘画的才能 就被邻居一个画画的带走了 去到了彼得堡去画画 那么到了彼得堡去画画呢 就发现他的才能很好 但是他的身份呢 是有一点像是奴隶 或者是他没有一个自由人的身份 因为他被带走的 因此随着他的画画能力越来越高 而且他写诗也写得非常好 所以他周边的朋友就花了钱 把他的身份赎买了出来 使他成了一个自由独立的人 作为画家 那么他也画画 他也写诗 他的诗歌出版了非常受欢迎 他的诗歌带有很大的影响力 影响力大到什么程度呢 莫斯科的沙皇要见他 莫斯科的沙皇想见一批文化名人 包括他都被请到了莫斯科 沙皇让他们在大厅里等着 大家都等着 沙皇好不容易最后姗姗来迟的出现了 所有的人都低下头弯下腰向沙皇致敬 只有他直听听的站着眼睛直勾勾的看着沙皇 沙皇很不开心 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你怎么不像其他那样 你怎么不像其他人那样跟我敬 摄不清客说 是你要见我 我弯下了腰低下了头 你还能看见我吗 你要见我 因此我要站着直直的 让你看到我是什么样的 当然沙皇很不开心 可是后来由于他参加了反沙皇的一些运动 其实他并没有参加 他只不过参加了一次反沙皇的集会 但是他也被和反沙皇的那些激进者们 他不是激进者 他被沙皇和那些激进者们一起抓起来 丢到了监狱里 他的监狱也在里德堡 之后又被放出来 那么他的遭遇其实也是蛮坎坷的 可是你也看出 作为一个乌克兰人 他对沙皇的态度 像不像我刚刚形容的 我刚刚跟你描述的 我在韩国所遭受到的那个大白眼 李朝是你们清朝的蜀博那种大白眼 但我没有跟你有那种认同 所以舍普勤科去见沙皇 我作为乌克兰人 我是因为政治上没有办法 但并不等于我对你有一种认同 乌克兰人在血液里 在他的文化根基上都有一种排斥 那么这是舍普勤科的以前画的画 在1842年的时候画的一件作品 你看他也是非常有成就的一个画家 这是舍普勤科后来给自己画的一张 最后的自画像 画完这张自画像不久 他就去世了 那么我们在跳跃性的往前走 在走到1987年之前 我还想介绍一下1921年和1917年之间 这段时间 那乌克兰和其他的国家 和其他周边的苏联 原苏联还那时候苏联还差一 对苏联 在各种压力之下 拼命抗拒着苏联的纳入 抗拒了很久很久 从1912年到1917年 接力的抵抗 最后没有抵抗得住 被纳入了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之一 就和其他的加盟共和国一样 都加入了苏维埃加盟共和国 就整个一个苏维埃联盟 所以叫苏联 那么后来苏联解体 乌克兰独立 在独立之前 乌克兰在苏联的治下 无论是大饥荒 在乌克兰的艺术 在和苏联 在和俄罗斯 做一种抵抗 无论是乌克兰新浪潮艺术 还是奥德萨概念主义 还是后来的民族后折争主义的意志边缘等等 实际就是在拉开一个距离 我是乌克兰 你是俄罗斯 我跟你 你没有直接的关系 尽管文化上有渊源 但是政治上我不认同你 乌克兰对苏联的政治 从来就是不认同的 从1912年到1917年的这种 拼死的抵抗 就可以看出 他是不愿意加入苏联的 但是没有办法 他被加入了 那么很多人并不了解 20世纪 21世纪 乌克兰的艺术家 其实乌克兰艺术家 在纽约 在欧美的艺术市场 真的卖得很好 也可能欧美的人 对乌克兰这个民族 有一种深深的同情感 因为他们这种顽强的抗拒 可能是维京人的一种传承 他们自我文化的拼命的建议 你可以看出这个弱者的不弱 弱者的顽强 所以他们的作品在西方 常常受到一些偏爱 那么这个奥莱格的作品 我特别挑选了一个 他画的中国人 他画了一系列中国人 但是我更喜欢的是他画的这个 我更喜欢的是他画的这张风景画 亚拉拉特山 大家都知道 亚拉拉特山就是挪亚方舟 最后在潮水退去之后 挪亚方舟就在亚特拉特山上 最后挪亚方舟到了亚特拉特山上 也就是土耳其的东部边境的一个山上 这个山就在土耳其的东边 那在这个山上 前面这一条一条的水一样的东西 给我感觉画的真的是太好了 特别喜欢这张画 它带有一种宗教感 但是又带有一种现代当代的感觉 又没有忘掉写实 还有一些抽象和构成 怎么就像拜占庭斯拉夫文化呢 这种组合在他们的手里 怎么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就形成了 所以这个民族不能小看 这是一个乌克兰的女艺术家的作品 尤金娜 她的一切的人物都是胖胖乎乎的 这是乌克兰民族形象 然后再给你看 梵高蒙娜丽上 都给她画成这种小胖娃娃 可爱极了 红红的腮帮子 超级招人喜欢 那么她把克里姆特的画也改了 克里姆特画的是那种 多么优雅的造型 可是她尽管故意去 改造克里姆特的话 那个脸还不像克里姆特的作品 那种修长 严雅 而带有一点乡村胖娃娃那个红红的 塞帮的的感觉 可是她的作品在欧美还是相当受欢迎 在二十世纪 在西方产生了影响力的乌克兰艺术家 还必须得谈到这个 优利索伦科 说不清为什么 这些东欧国家出来的一些画家 在欧美特别受欢迎 还有一个热卖的画家 他原来是罗马尼亚人 现在也是美国卖的最好的画家之一 他和路克兰艺术有相近之处 就是在二十世纪末 臭半夜最后一段 和二十一世纪初 我们的生活已经走向了图像时代 手机也有图像 电视几乎都没有人看电影了 电脑到处都是电脑的大屏幕 所有的地方都是图像 我们谁还真的去了解现实 我们不去了解了 我们了解这个世界 都通过各种各样屏幕上的图像 所以Luke Twimmons和尤里索伦科 两个人还有其他一些艺术家 都以电视的图像 作为他们的绘画素材 就是再图像 把别人从生活中收集来的视频图像 电视图像 放到屏幕上之后 我通过屏幕上看到的图像 作为我对生活的接触 所以叫再图像 也就等于他这件作品的题目 叫电视加现实主义 他把这两者加在一起 电视加现实主义 是一种电视现实主义 这个现实主义可信吗 当然是不可信 就像我前几天 在原来如此这个节目上 谈到非虚构文学 什么叫非虚构 为什么不叫写实 为什么不叫纪实文学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现实主义 不是真正的现实 而是一个非现实 而是为了某种理想 而刻画出来的现实 那纪实文学常常也有这个特点 所以这个实不是真的实 因此非虚构文学 强调这种个人口述 以低人称 我所有的经历 我的经历 非虚构文学 告诉你它不是虚构的 纪实也有虚构的部分 现实也有虚构的部分 这个是非虚构 明码告诉你 我是真的 所以这件作品 我们看到的什么 我们看到的电视 加现实主义 它都不是真的 都是宣传 一切屏幕上看到的东西 你都要打个问号 所以这是很犀利的一个观点 那么自由广场 也是基辅 也是乌克兰人的心脏心灵 在克里米亚 被俄罗斯占领之后 自由广场举行了 一系列不间断的抗议和示威 一个女艺术家 在自由广场上 天天都去写日记 并且把她的所见所闻 都记录下来 做成了一系列作品 这一系列作品叫基辅日记 因为在自由广场上 也出现了一些 一些悲剧 一些悲惨的状态 因为各种冲突 所以她把它记录了下来 这一件记录作品 也是很受欢迎的 所以这部分 你看 从20世纪前一点 从列宾起到今天 你看整个乌克兰艺术 其实非常有冲击力 因此欧美对他们 还是很高看的 它不是一般的好看 而是有内涵 而是为了这个民族的地位 一直在做的抗争 是的 刚刚这个曹教授 从我们古代 刚刚我们又讲的是 第二部分 是20世纪的乌克兰 他扮演了 在艺术上 扮演了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那我们也有朋友在问 刚刚您讲了 尤其是这两位 非常有名的女性艺术家 一个是刚刚 我们现在图上看到的 它是基辅日记 还有之前您讲到的 尤丽娜 尤金娜 对尤金娜 那朋友有在问 除了这两位艺术家 女性 还有哪几位其他的 更有代表性的 乌克兰的女性艺术家 在那个时期 在整个一个时期 乌克兰艺术家 确实女艺术家 男艺术家都非常多 这两位特别把他们提出来 不一定就是他们俩 特别出跳 我把他们俩选出来的原因是 由于第一位呢 他是在 尤金娜 他是在用西方文化传统 西欧文化传统中的一些形象 素材 带有一种调侃西皮 带有一种 所以你可以看出 他是在和西方找一种共同的语言 乌克兰人 在很大的程度上 待会下部分我要介绍一下 在很大的程度上 是比俄罗斯人 更为接近欧洲 如果你要想接近欧洲 你越不过乌克兰 乌克兰横跟在那 俄罗斯怎么去接触欧洲 所以 在尤金娜的作品 我拿他来 我其实很多女艺术家 我不可能今天都列出了 我觉得时间上我们已经有点拖了 那么 他作为一个跟欧洲对话的典型 而 这位 弗拉达 拉尔克 是一种抗争 是一种乌克兰 自己独立 自己民族个性寻求 并且记录下来 我们每天都做了什么 我要把这些写到历史里 这种 不屈不挠不屑的精神 所以我就取了两个 比较有代表性的点 那么有很多 画得非常好的 我在乌克兰的时候 转了几圈 其实有几个女艺 我还有 有两个女艺术家 送了我两件小东西 都不好意思拿 然后他们一定 塞给我 然后还送了书啊 什么的 特别客气 特别热情 所以如果有机会 我们可以专门做一场 乌克兰女艺术家 女性艺术家 对这个主题非常好 对我觉得 其实在当今的社会 我觉得女性 她是 可能从各种不同的角度 又有对这个社会的 一个贡献的地方 她的这种 追求自由 民主 其实不比男性 不比男性 这种表现出来的差 比男性更敏感 比男性更敏感 你想哪个男性 会想到我写一个 基辅日记 我天天都写 我天天都写 旷日持久的坚持下来 不得了 而且画的东西 哎呀 真是 真有点像 另外一位女画家 杜马斯那种力度 但是我们都知道杜马斯 我们不知道她 所以我想将来 我们可以来一个 乌克兰女艺术家 是 另外还有一个朋友 就是想说 刚刚您讲的 这个1915年 也就是创立的这个 是博弈科主义 那那个时候的中国 那个时 反过来我们再看 那个时候的中国 1915年的时候 也就解放前 那应该还是民国时代 其实也出了很多的 思想家 独立的这种 艺术家 文学家 思想家 那我们在这个当中 是不是有什么 对比性 可以去比较 您觉得 我们有 我们有那个 其实我们稍微晚一点 因为 你看 中国开始 做西式教育 美术教育 是浙江 两江师范学堂 那是1912年 才开了西化科 这个西湖一专 建立正式的教西化 那是1928年 刘海素 在上海办的上海美专 也比1915年晚 所以我们还是晚了一点点 我们还是晚了一点 那再加上 我们有一位徐辉红先生 他到了法国留学之后 一下子就拥抱了 布格柔的学生 打仰 就喜欢布格柔那一套 古典教室 魅力的 魅 就是女子旁 放个眉毛的眉 那样的作品 然后就形成了一个 中国古典油画 这就 就使得前卫艺术运动 在中国没有能够 真的没有出现 博弈克这样的人物 即便我们有官梁 有林峰眠 但是他们的遭遇 还是蛮坎坷的 我们其实应该可以 有一个林峰眠主义 有一个林峰眠学院 但是没有 林峰眠最后把自己的作品 大批的烧掉 抽水马桶冲掉 所以我们没法比 我们也可以以后讨论一下 中国现在 中国在现代艺术运动当中的 角色 也刘海素和徐悲鸿 徐刘之争 徐志摩和徐悲鸿 或 我也或 对现代艺术的讨论 其实就影响了 也造成了 中国现代艺术运动 在那个时候 没有能够及时的介入 受到社会的支持 拥戴 并且形成自己独特的 现代艺术风格 是的 其实从您的这个 讲座当中 从您的自理行间 真的是可以看出 一个艺术家 其实离不开 他当地的 很多的历史的背景 对他的这种艺术上也好 他的思想跟灵魂的那种塑造 都离不开这个时代的 一个大的背景 这个是 脱不开的 那么 接下来我们下面的 第三个问题 也是今天这个 讲座的最后一个问题 在这个当中 也请大家 可以把您的问题 随时可以在我们 YouTube 彼岸文化频道去留言 以便 曹老师可以去 根据您的问题 做解答 那刚刚您讲了 从古代 又讲了到21世纪的乌克兰 那么现在我们就回到 俄罗斯与乌克兰 恩恩怨怨 这种纠结 到底 他们之间 二者的关系 是怎么看 这个要请您 再进入第三部分 我们时间上 好像已经超了 没有关系吗 是 那您就简短的 简短的 这个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纠结 这是我的看法 首先我们来开一个玩笑 这个 罗斯民族 我一直在说 俄罗斯 罗斯 罗斯 俄罗斯 这个俄罗斯 从哪来的 罗斯民族 怎么在汉语当中 就成了 俄罗斯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俄 大俄 俄罗斯 有时候 大家在微信啊 什么的 说到俄罗斯 就直接放了一只俄 其实就是中国人 对俄罗斯的了解 是通过蒙古人达到的 由于蒙古语言 它不能发这个 R这个音 它一定要来一个 俄罗斯 于是就变成了一个 俄罗斯 或者也有翻译成 沃罗斯 实际呢 它就是个罗斯 我们把它翻译成 俄罗斯是因为 蒙古人的影响 那个蒙古人 对我们文化的影响 其实还是蛮多的 我们只是不注意而已 那么说到这个纠结 罗斯就是说 它是一个罗斯民族 或者是 是斯拉夫群族 东斯拉夫人当中的 罗斯人 或者是罗斯文化 老是比较简单 你如果真的说 是俄罗斯文化 乌克兰文化 和白俄罗斯文化 好像显得是三个不同的 实际上他们 基辅罗斯 最终分出来的是 这三个国家 不同的国家 但是呢 这三个不同的国家 都非常坚定的 认定自己是 罗斯文化的继承者 我们是真正的继承者 他们的传承都来自 无论是法律 文学 语言 宗教 文化传统 等等 都是基辅罗斯的基础 但是不同的是 这里面就出现了不同了 蒙古人在弗拉基米尔 统治的地方 就是今天我们称为 俄罗斯的地区 时间是两个多世纪 直到15世纪末 最终俄罗斯消灭了 蒙古统治的金战汉国 建立了沙皇 沙皇帝国 那这个 俄罗斯的这个地方 基本上在蒙古人的 这块统治之下 蒙古人的统治之下 蒙古人当时有四个金战 金战汉国 但是由于忽必烈 在中国建了大元之后 忽必烈建了1271年 忽必烈建立了元朝 用了耶律储才 行汉法 慢慢的 不是慢慢的 当他建立了元朝之后 其他的四个金战汉国 原来都是忽必烈的 苏白兄弟 统统都不认他 说你不能用汉法 你不能行汉法 你不能穿汉服 你不能跟汉人混在一起 你去统治他们 你去改变他们 而不是你被改变 当忽必烈自己被改变之后 因为他不在马背上 控制中国 用耶律储才的建议 金战汉国 其余的四个金战汉国 于是再也没跟元代产生 任何关系 就不认了 跟你没有关系了 那么俄罗斯就灭了这些金战汉国 灭了金战汉国 也直到1547年 一番四世 以拜占庭帝国继承者 自称沙皇 也就是俄语的凯撒 你如果看英文写 沙皇就是 也就是 也就是凯撒 他自称凯撒大帝 也就建立了俄罗斯沙皇国 你这么算下来 那个时候是明朝 1547年 董奇昌也十多岁了 咱们的大画家 董奇昌也十多岁了 所以你就想到 沙皇俄国 其实没有多少年 跟乌克兰 跟基辅罗斯 这个文化相比 他还是要晚 那乌克兰怎么就又 归顺了俄罗斯呢 就像1912年到1917年之间 他们拼命的抗拒 拼命的抗拒 但是也没有办法 冬斯拉夫人脱利了蒙古统治 西乌克兰呢 可是却落入了 立陶宛大公的统治 接着又被波兰 立陶宛联邦 又成了波兰的联邦的一员 所以其中乌克兰人当中 有一个哥萨克的一群族 和哥萨克酋长国 又拒绝接受波兰的控制 所以你看这一片混乱之后 直到18世纪 就是17世纪中期 慢慢慢慢 才跟俄罗斯帝国 俄罗斯帝国融合 到了18世纪 在叶卡特雷纳二世的时候 才真正的完成了西乌克兰 与俄罗斯统一 但东乌克兰本来就比较近了 才最后完成了西乌克兰 和俄罗斯完成图统一 这个时候古代的罗斯基辅领土 已经完全被俄罗斯收到它的麾下 那叶卡特雷纳二世这个时期是什么时间呢 你听18世纪 乾隆啊 没有多久以前的事 所以你这样就看出 不情不愿 这个乌克兰只好在各种压力下 只好去归顺了这个俄罗斯 我讲的快点 这个呢 有这么一张画 列宾 我们都很熟悉 哥萨克兰给奥斯曼苏丹王的回信 奥斯曼他想进攻哥萨克这一家 这个扎波罗热 但是失败了 失败了之后呢 他给哥萨克写了一封信 这个信底下署名 给自己署名 这个名字太长了 把所有神圣的名字 都变成了他自己的称呼 是万王之王 从没有失败过的超凡骑士 我就是天底下最伟大的 在哥萨克兵呢 看到了这封信 自己给自己的署名 吹大牛的署名 觉得很好笑 于是他们也就写了一封回信 在回信里呢 就报了粗口 列宾听了这个故事 但是我们没有文献记载 列宾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呢 就画了这么一张画 这是乌克兰 乌克兰人中的一群 东乌克兰的 哥萨克人的那种 精神 又是乌克兰精神 很让列宾看重 所以他画了这么一张画 其实这封信应该是存在的 但这封信 不是用乌克兰语写的 也不是用 也不是用斯拉夫语言写的 这封信是用 波兰语写的 根据学者的研究 所以那么我们看 乌克兰所处的位置 俄罗斯纠结 我们从文化上看俄罗斯 我已经一直都在说俄罗斯纠结 俄罗斯最大的纠结是什么 他是亚洲国家 还是欧洲国家 他75%的土地在亚洲 25%的国土在欧洲 我在彭因斯顿高等研究院 做研究的住院研究的时候 遇到一个俄罗斯的退休官员 那么他也在那儿 在历史所就做了一个讲座 讲座的题目叫 俄罗斯 那是俄罗斯已经 苏联已经截停了 俄罗斯是欧洲国家 他用各种理论来论证 俄罗斯是欧洲国家 你何必论证呢 你有75%的国土在亚洲 你何必去论证 你一定是欧洲国家呢 但是这是俄罗斯 最大的一个纠结 而乌克兰横顿在这个地方 使他没有办法 直接跟欧洲接触 甚至连他同类的 斯拉夫人 南斯拉夫人 巴尔干半岛的南斯拉夫人 都没有办法接触到 西斯拉夫人 都没有办法接触到 他把白俄罗斯收纳之后 还可以接触波兰 但是有乌克兰在这 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他就处在 由于乌克兰处在 这个咽喉要道 处在西方和俄罗斯之间 那么请问 俄罗斯的欧洲性在哪 如果他没有办法 去真正的接触欧洲 他只占一小部分 是在欧洲这个礼地上 就是在地理上划分 文化上 他的文化仍然是基辅罗斯 拜占庭 拜占庭从这儿过去的 从东罗马这边过去的 那这个欧洲的概念 使他自己时时都有一个问题 即便他把克里尼亚接管了之后 仍然是只能到罗马尼亚 只能到这些地方 但仍然不能够直接跟欧洲相接近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个地图 这图都是网络资源 如果有请权请原谅 或者告诉我 我就换掉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 俄罗斯原来在苏联的时期 它的最西边的边境 就是它的边防 它的军事 它的一切 它的力量 可以势力范围 可以达到的地方在这 东德 我觉得它都没画够 你看这还得把东德 再画进去一点 东德 捷克 斯勒伐克 匈牙利 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南斯拉夫 等等等等 都属于它能够控制的土地 都属于它能够控制的地方 它的防线在这 它的境外势力的防线 实际在这 那么到了叶利钦时期 这个境外势力的防线就进了 毕竟乌克兰 白俄罗斯还在里面 但是到了俄罗斯时期 它的防线在那 你看它怎么过去 这些爱沙尼亚 立陶宛 拉脱威亚 也跟它的关系 也不是那种随意可以 就是我的地 再把克里米亚夺过来 这个小岛是克里米亚 又怎么样 俄罗斯只能绕到这个地方 进入黑海 所以你看这就小了很多 这个是克里米亚 如果我们从这个地形图上来看 你看整个巨大的俄罗斯 阴天雪地 最好的土地是就在这 但是 这个欧洲第二大的国土 乌克兰 却不听使唤 却不听话 一定要独立 我一定不跟着你走 无论从经济上 从军事上 从战略上 从任何角度来说 乌克兰 不归顺俄罗斯 俄罗斯就不可能达到 他所期待的 以往历史上 所达到过的强大 那么他自己的强大 只能在俄罗斯境内 本身寻找强大的可能性 他怎么去强大 往东走 那边是日本中国 往南走 那是蒙古 往北走 是白茫茫一片北冰洋 他被困在里面 他被困 他犹如一头 被困在冰天雪地上的北极熊 所以我们再来看 让俄罗斯人最最纠结的地方 就是俄罗斯帝国的领土这么大 苏联的领土这么大 俄罗斯现在是这样 真正叫授身成功 普京说 给我二十年 我给你们一个强大的俄罗斯 怎么强大 尽管克里米亚出石油 石油 由于克里米亚的油 由于克里米亚的重要的军事点 被他强夺来之后 但是俄罗斯遭受了多少制裁 那么如何去强大 在各种制裁之下 俄罗斯只能铤而走弦 只能铤而走弦 搏一把 我想他有他的道理 他需要这样做 但是他的道理在国际社会中 是不是得到认可 大家认不认同 在二十一世纪 第二个十年 发生了 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十年 发生了这样的战争 这种战争应该属于十九世纪 而不是 都不是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的事情 所以这是我的观点 不代表任何人 也不代表彼岸文化 只是我自己的观点 所以我想俄罗斯的纠结就在于什么叫强大 他已经被困在了这个圈子里 所以他需要突破 他需要破局 怎么去破局 只能这样做 我不能说他合理 但是我觉得他的选择有他自己的考虑 好谢谢大家 我最后有点 讲的有点快 是是是 那请您可以先关上您的 share screen的镜头 曹老师 我在找 好 在您关掉的时候 那么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曹老师 其实现在纽约这边的时间已经是 已经是11点36分了 接近凌晨了 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曹老师 在您的这个即将进入凌晨的这个时间 您还在为大家分享着这个 文化的这种历史 让我们今天从不同的角度 又多一些了解乌克兰和俄罗斯这场战争的 另一个文化它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所以其实刚刚现在也有好多的朋友还在提问题 那我想由于今天的这个真的是时间已经很晚了 那我们会在彼岸文化讲座群里面 我们有机会可以请曹老师再给大家把 刚刚提到的问题一一再去回答 所以在在现在我们也请大家能够加微信 779605394可以进入到彼岸文化的讲座群 也可以及时呢可以得到我们彼岸文化讲座的 及时的信息 那么最终我想用我们乌克兰 用乌克兰不是用我们 用乌克兰的一句国家格言来去结束我们今天的讲座 它是自由和谐和美好 所以再次感谢曹教授也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 《时事背后看文化》的这档节目 好谢谢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晚安 我就退出了 好